塔利班重掌阿富汗之後 雖然是有承諾說 會建立比較溫和的政府 但阿富汗的南部 在二七號是禁止 理容院幫顧客剃糊 或者是修糊 業者說未來不會有顧客 趕上門了 因為害怕被塔利班鎖定 理容師為顧客修剪 頭髮和胡鬚 這樣的場景 未來恐怕很難再見到 塔利班下令禁止 阿富汗海曼德省的理容師 為顧客剃糊或修糊 稱這樣的行為 違反他們對伊斯蘭律法的解讀 雖然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權後 一再承諾會建立較溫和的政府 不過禁止替胡修糊的命令 也暗示著阿富汗將回到過去 塔利班執政時期的嚴苛規定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女子駕訓班 辦公室冷冷清清 沒有員工也沒有學員 因為自從阿富汗政府垮臺後 這家未在首都喀布爾的女子駕訓班 再也沒有遭受到任何心聲 無奈之下只好先停業 說不到心聲 原有的學員也擔心人身安全 不敢再來駕訓班上課 塔利班政權過去掌政期間 嚴格禁止女性工作就學 新的臨時政府這個月七號成立 但內閣中沒有女性 發言人更在電視節目中表示 阿富汗婦女的本分就是生育 不是從政 讓外界格外憂心阿富汗的女權 公司新聞政委任編譯